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名的是政治评论员 也是知名的律师张先生 张律师你好 您好 欢迎你到我办公室 再次感谢您 让我邀请我们 谢谢 张律师 其实大家谈大选谈了很多年了 大家每天当大选 我们都会谈到很多大选中的一些热闹的事情 现在的Donald Trump 现在的Hedrick Clinton 先请教您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美国总统大选的这种方式的特别处 在什么地方 美国的总统的选举 我们今天也许一会我们可以谈谈国会的选举 但现在就和总统选举而言 你讲得很对 我也很同意 就是美国的投票人 像你我他这样的投票人 我们真正的选的时候 那他当然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primary 也就是两党的党内的初选 那其实在两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美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党 什么绿党啊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没被提到 因为他们不足以对美国的政治产生影响力 所以他就 其实你最后看 比如说像我们加州的选票 你去看选票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人在选总统 很多人永远也没有机会 因为他的民调 比如说达不到一定的门槛 他永远也没有机会 到美国的主流的媒体 让老百姓见到 那么在这个初选的过程当中 那他是要求 就是现在其实我想 慢慢的你的观众 或者是听众已经了解了 就是在初选的当中 这个候选人 第一他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也就是他不是像 比如说像英国 像法国像什么 他可以在所谓在一天里面 他可以完成这个national primary 他是要在50个州里面 都是每一个州里面 都有自己的这个本党的这个初选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 每一个州的这个初选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么他就形成了 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里面 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跟其他的这个世界的民主国家 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这个鲜明的特点 基本上还是来源于 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的体系 联邦的体系 基本上他就是要求 希望这个州的每一个州 不论大州小州 他都能够对美国的这个全国的政治 或者叫联邦的政治 能发挥自己一些作用 那么有些州可能发挥的作用 更加独特 甚至是更加重要 比如说大家知道 在50个州里面 那么他这套体系 就允许一部分比较小的州 传统上可能在经济方面 在政治方面 在其他的方面对美国其实他的影响力是很小 比如说像俄亥俄州 比如说像新韩布什尔州 比如说像这个爱奥瓦州 那么但是呢 由于他可以自由的这个允许这些州 能够把自己的选举 尤其是党内选举的这个日期呢 他可以自由的决定 那么所以当比如说当爱奥瓦州 他是在自己的州 在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 他就要办完了自己两党的这个初选 而我们这个比如说像加州人 要到六月 今年要到六月七号 才有机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政治 美国总统的选举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体系 至少就是当初他们设定这样一个体系的时候 他们是希望 就是说这个来自于小的州 传统上影响力比较低的州 那么他能够抬升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客观上呢 他也确实就是要让这些总统 未来有可能成为总统 你也知道这个很多人说 如果你当上了总统 似乎你已经成了大半个世界的总统 是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那么这些人呢 就是未来的有可能成为世界领袖的这些人 那么他就逼迫着他要到尽可能多的州 那这些小州啊什么 还有就是如果你能在五十个州都能获得 比如说初选的这个胜利 那当然对你未来的这个极具民意 对未来的总统大选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这个民众呢 您刚才讲的 就是他在每一个州的这个两党初选的时候 他实际不是在选这个人 而是在选这个将来在两党 比如在民主党在共和党 这个大会里面能来发挥自己意志 代表自己意志去投票的那个人 也就是所谓的党的代表 英文叫delegates 那么这个两党的大会开完以后 那就变成了要到进入到大选的模式 就是两党要形成对决 我还是强调就是其实不是两党对决 恐怕有十几个党对决 只不过是其他的人没有机会进到这个里面来 那么在那个对决的时候 他又采取了 依然是采取了所谓代表制 美国管他叫做这个选举人团制 选举人团制呢 这个每一个州的选举人团的这个代表的人数 跟这个州的参议员的人数 当然每一个州不论大州小州 每一个州的参议员人数都是两名 这是非常至少表面上看去非常平等的 那么每一个州的众议员的人数 加上这个参议员的人数 众议员当然他的人数的多少 是取决于这个州的人口的多少 说像加州有53名的众议员 是全美国最多的这个州 53加2名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选举人团的这个代表的人数 绝大部分的州是采取了所谓赢者通吃 比如说在这个加州 在11月初的时候 我们假设有一千万人出来投票 举例来说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500万零一张票 也就是以一票之差的州里面的普选票 击败了特朗普的话 那他就拿下了55票的 这个选举人团票的所有的票数 所谓叫赢者通吃 很多的州情况差不多 但也有一些州比较例外 今天时间关系不可能每一个州去分析 但基本上就是我们加州人在那次选举 我们以为是在选希拉里当总统 实际上我们是在选代表我们的这个55个 的这个所谓的选举人团的代表 我们当然他们是没有意志的 就是我们就加州的选民发声以后 那么这55个人 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意志 去来投票 但有些州 他理论上他是可以有所改变的 这个讲起来就更加复杂 那今天就不在这里去讲 但是很多州是采取类似这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说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选举的机制 初选大选 我们选的基本上初选的时候 就是选党的代表 大选的时候是选选举人团的这个代表 所以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就是美国政治中跟其他国家 一人一票的这种按得票比例来算 谁能获胜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点大家不要忘了 在总统11月8号选举当中 除了我们要选总统之外 根据法律规定 也就是根据我们联邦的一个政治 政治的一个规定 所有联邦众议员都将改选 而且三分之一的联邦的参议员也将改选 也就是说联邦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同样 不要忘了美国的三权鼎立 三权鼎立中除了我们选举总统 最高的行政权之外 我们的立法权也将同时出现改变 同样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张律师 虽然我们表面上看 我们的每一个州都是两位参议员 州的大小不同 人数不同 似乎是平均 说平等有点不对 恐怕是平均比较准确 但是虽然也有53名 像加州有53名众议员将会被选出来 根据2012年的统计 一个众议员大概代表了21万民众 我的问题想请教你 虽然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众议员 似乎每个众议员还是 众议员也好参议员也好 似乎还是有他们的不合理 或者说不平等的地方 对这个平等就是看你是以什么样的定义 在定义平等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体系 所以说他希望是这个每一个州在联邦 讲白了就是中央政府 在中央政府里面的代表是平均的 所以不论这个州的大小 它都是两名 那这当然就是如果你认为它平均 它确实也是平均的 就是像加州这样的 比如说GDP是全美国第一 人口有四千万将近四千万 那是任何其他的州所不能比拟的 加州的这个GDP在非常长的时间里面 我提醒你的观众是超过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多亿人创作出来的GDP的 那今天也是这第八名 排的依然可以进入世界前十 所以说这样的GDP的 它在中央政府的参议员的代表它是两名 那那你觉得它公平那就是公平 如果觉得它不公平那就是不公平 同时再给你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个美国的一个遥远的北方州 中间还要隔着一个加拿大 就是我们的这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州现在这个人口 因为它经常人口的变化比较多 如果按照上一次的数字 它现在是七十万人 因为它天寒地冻时常有变化 那七十万人它产生的参议员也是两名 那么这两名的参议员 跟这个两名参议员来自于加州代表 这将近四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名义 那你说它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每个人可能会得出自己 每个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运作 您刚才提到了参议员的 它的任期是六年 那么每这个两年 那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应对这个选举的考验 那么四百三十五名的众议员 那它的任期是两年 每两年就要再进行一次这个选举 所以众议员们很累 就是它始终处在明年要选举的压力之下 因此它要接地气 那么就谈参议员 那不论是在这个参议员也好 在这个众议员也好 就是我们经常 我们可能你的观众也许有人去看那个电视剧叫纸牌屋 看到各种争斗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这个在国会里面 你要确定你的所谓大佬的地位 大佬的地位有各种各样的形容 比如说你自身 比如说你权力很大 更重要就是你要扮演参议院和众议院里面的一些专门委员会 如果你是多数党 那你要担任它的专门委员会的大佬 比如说非常强有力的 像Paul Ryan以前做的这个预算委员会 这个专门审查预算 那么他为什么当时罗姆尼要让他当副总统 原因就是他在预算委员会里面成功的狙击了 这个阻击了奥巴马的这个每年的预算 因此奥巴马视他为敌人 但是共和党人认为他是英雄 所以说你的这个大佬的地位 如果你自己在国会里面不掌权 或者是不担任专门委员会 那更不用说党边 或者是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 那你就很难发挥你的作用 所以比如说希拉里克林顿 他原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 他们州里面还有一个资深参议员叫舒默 所以不论希拉里的年龄 或者是他第一夫人或者什么 那他始终是一个英文叫junior senator 当然就是特别简名额要的 跟大家谈了美国选举当中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也就是说美国选举非常具有高度的美国特色 美国有一位政治人物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事实上100多个国家 当时有85个国家 学习美国总统制 他说没有一个学得像 他非常断然的下结论 他说没有一个学得像 一个没有一个会成功的 所以你看欧洲 内阁制的国家比较多 真的总统制的国家很少 而美国总统制 欧洲的内阁制 其实应该说都有各自的优势 回到我们这个选举的议题 其实刚才您特别提到一个 这个参议员也好 众议员也好 他们有一个senality的问题 就是说年资的问题 年资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资本 其实你也在私下也跟我们聊过 其实年资特别是在一个 当你在一个小州的时候 你的年资 你被再次被选上的机会就多 在大州的时候 你面临的挑战就大 当然 似乎也不平等 因为这个不难理解 就是这个在国会里面 我想很多的你的观众朋友们 也许不了解 就是在国会里面 你这个能不能当上 比如说这个重要的专门委员会的 这个主席 或者是如果你是少数党 当上这个所谓的ranking member 就是那个你党的这个负责人领袖 或者叫副主席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职位 或者你当上党编 或者你当上这个少数党领袖 比如说像Nancy Pelosi 多数党领袖 比如说像Kevin McCarthy 或者像赵小兰女士的夫婿 这个Mitch McDonnell 就是麦当纳 麦当诺 等等这些人 你如果要当上 你当然你确实需要一定的智慧 你确实需要一定的这个 对美国政治的了解 对这个运作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你的公灵 答一句话 就是你这个公灵 还不是你一生的服务的公灵 而是你在这个国会的这个专门机构里面 比如说你在参议院里面 你在众议院里面服务的公灵 这个公灵变得非常的重要 当然不是说你的操守 你的其他个人魅力不重要 但是最后关键就是发挥很大作用的 还是在乎于你的这个公灵 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忙活半天 他始终是一个junior senator 原因就是我上一节里面提到的 所以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公灵长 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当上了 这个很多的专闻委员会的这些领袖 那么拨款也好 设置议题也好等等的 那你就拥有了非常大的主动权 那么你有了这个很大的权利以后 别人愿意跟你谈判 跟你做打引号的利益交换的 这个几率也就会比较大 所以说那你当然就会对你的 这个本周的这个选你的人 那他们当然觉得说 哇这个人第一 他在这个国会里面很有势力 他也能为我们争取到了 很多的这个利益 他毕竟也没有什么严重的 道德操守杀人放火绯闻 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不选他 我们在选一个年轻的人 比如说参议员 那他还得从第100名在国会里面做起 那比这个我们这个 比如说已经前10名前20名了 那当然这个不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 那我们没有道理不选他回去 他只要能为我们中文里面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这也就可以了 那众议员也是一样 你这435名 你想你如果是今年刚选上的话 你在国会里面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Nancy Pelosi 他这个我想大家可能对他也都很了解 原因就是什么 他太自身他已经70多岁 他这么多年他都一直在美国的国会里面 所以他的人脉 他的这个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国会众议院里面的各种各样 专门委员会的资源 尤其是他以前做过speaker 当民主党是多数党的时候 现在当然是少数党的领袖 就是民主党的领袖 他掌握着很多的人事的权利 比如说你能不能当这个专门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或者是ranking member 或者是设置很多的议题 起码党的资源分配 或者是说他这个党边也得为他服务 就是拿着这小鞭子 就是如果你不按党的这个立场去投票 那你也可以 不过下一次分配有关资源的时候 恐怕就轮不到你 等等 所以这个就行 这是美国国会运作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其他的国家未必有 或者是未必完全跟美国的这个体制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的政治上的独立 其实在进到国会里面 有一个国会自己的一个自然法则 说到国会 其实国会议员们 无论他在国会怎么运作 他第一步 他要能够被选上 你不被选上 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 但是在选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就像刚才那个张律师讲的 435位 我们联邦的众议员 其实代表了就是435个选区 其实选区这个概念呢 也许美国国家都觉得说 哎呀 很正常吧 我们这个区选张三 那个区选李四 可是这个选区的划分是很讲究 以我们美国为例 美国是个联邦社的国家 我们既有联邦选区 也有各个州的 对 中议员 参议员的选区 选区 由谁来划 谁来定 这个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这就是一个透过现象 看本质的这样的一个 看美国的选举 如果我们想看美国选举 非常热闹 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就不必看你的节目了 看这个热闹 其实特朗普今天又说什么话了 这个希拉里又搞出什么事情来了 克林顿又有什么绯闻了 那个在我看来是他的现象 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你刚才讲的 它这个435个选区是怎么来的 怎么划分的 我觉得这至少是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今天美国的这个联邦的政府 联邦的政府它不仅仅是包括这个行政当局 这个它还同时还包括立法的当局 也就是国会 同时它还包括这个司法的当局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 为什么在这样三 这个所谓三权分立 checks and balance的系统里面 它使就在过去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 表现出来非常大的分化 或者就英文叫polarized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调和 没有办法调和就是在我的书里面 我讲到的就是美国的政治 它不是一个中央的政治 它是一个地方的政治 就是它在中央表现出来的这个分化 polarize 或者是严重的对立 原因就是它产生权力的这个地方的选举体制 就是就迫使它必须要在中央的层级 在联邦的层级要变得polarize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选区 那么这个选区 美国的435个选区 每一个选区我们不可能都去讲一讲 那么但是呢 它的选区在这么些年里面 确实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严重的gerrymandering的 这样的一个分化的情况 所谓gerrymandering 我给大家介绍一些 就是我们现在历史学家考证 就是永远恐怕也不能 不能知道具体发明gerrymandering 这个词的人究竟是谁了 大家只能去猜 那么比如在19世纪的时候 这个Massachusetts 就是麻州都有一个州长 他的last name叫Jerry 这个当时他为了 画出来一些选区 有利于他自己党的这个选举 所以呢 他就画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 就是一般就像您刚才讲 一般我们想象的 我才想观众朋友们想象 就是个选区很简单嘛 就是画个四方形 那么 或者按照人口比例画 对就是隔壁的人口 跟我这的人口 周边的人口 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这个理想化的选区 当然是这里面 既有共和党人 又有民主党人 既有黑人 又有白人 还有华人 严格的按照人口的比例 来进行划分 那这是多么理想的一个状态 但是问题是这个历史上 由于他的这个历史的严格 所以事实上美国的435个选区 基本上没有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划分的方法 每一个选区 要么是Jerrymandering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为了让一个某一个党 或者是某一个利益的群体里面 一定能够产生一个候选人 所以他要把它画得非常奇怪 所以当时的这个 Massachusetts的这个州长叫Jerry 他做出来以后 有一个cartoonist 就是专门画这个讽刺漫画的 就是说把他这个选区 做了一些夸张的这种划分 画出来一个漫画 就像一个怪兽 翅膀上也有他的人 脑袋上也有他的人 脚上就是根本就不像是你 跟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是大相径庭 那么现在这个在美国 当然不同的选区 确实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画法 但是确实这个Jerrymandering的现象 是非常在我看来是越来越严重 就正是因为这样一个 你想这个选区里面 如果他奇怪的画法里面画出来 这个就是要让你消风当选 那我张律师想在这里面 在挑战你就恐怕比较难 原因是你的这个选区里面 充满了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你以这样的方式选上了 你到华盛顿去就非常难 非常难像以跟你相对立的方法 在另外的选区里面 跟你的意志完全相反的这些 另外的一个党派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妥协 没有错 所以说那就形成了严重 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美国确实有很多的政治学者 就提出来这个选区的划分 它最终有可能影响到 美国民主政治的这样一个走向 因为民主政治在我看来 除了坚持自己的党派的立场以外 它的compromise也非常重要 那么由于现在我们这么些选区 出现了这么些问题 就变成这些选上来的人 他非常难compromise 在洛杉矶你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民主党的 所谓Jerry Mandarin画出来的地方 那你想共和党在这里面挑战他们 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反过来在我们洛杉矶 我们的共和党的选区里面 他由于他画出来的选区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民主党去挑战他们也非常困难 我不是说435个都是这样 但是每一个选区确实都有自己的特点 您刚才问到 就是这些选区怎么画出来的 那么每个州的情况 也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基本上就是因为美国每十年 他都有一次人口普查 大概州里面的这些人口普查的数字 跟这个也相对的比较契合 一个是要考虑的人口的变化 比如说加州在以前这段时间里面 他的人口是增加的 所以他就获得了更多的这个 这个国会的这个议席 但是呢他画选区在很多的州里面 他基本上是一个state legislature的 这个工作 由州来决定 那么你试想一下 如果是比如说像加州 像纽约州 他如果这个州的议会 它是充满了民主党人 那你想他画出来的一个选区 他要尽最大的努力 是要有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 民主政治就是你画出来 他要有利于本党的利益 那么那那那那你试想一下 这样的一个选区画出来 他要有利于反对党的这个力量 是不太容易的 尽管加州在历史上 他确实也出现过共和党的这个州长 早的时候有里根 后来有威尔森 后来还有阿诺等等 他们也试图想抵制 就是民主党画出来的选区 对他们比较有利 但是你知道 因为毕竟加州 它是个民主党的州 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美国确实也有不少的州 包括加州在内呢 它推动了一些人民的公爵 来试图是以这个公民 画选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包括像加州 现在基本上都是以这个 所谓中立的透明的 这些公民的委员会来做 但是毕竟你得意识到 就是这么大的 这个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惯性 那你要一段时间 很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是比较不容易的 而且这仅仅还是在加州 其他的州里面恐怕情况 还是继续维持着原来的情况 美国绝大部分州 都是由这个州的议会来决定的 如果州议会是民主党 那就由民主党来做 民主党的favor 共和党那就共和党来favor